随着疫情缓解加上端午节即将到来 不少社区陆续举办庆祝的活动 太平西东社区这天就号召了志工妈妈 准备了1200多颗料多饱满的肉粽 要来送给里内的独居长辈 弱势边缘户的民众 连续举办多年 希望让社区民众感受到暖暖的温情 志工妈妈快手包肉粽 即使在大乐帖挥汗如雨 但大家依然是乐开怀 这些粽子要来送给社区内需要帮助的民众 太平西东社区这天举办包纵送洛事的活动 也是借此汇聚大家的感情 这一群志工都是长老 他们都志愿来做这个动作 然后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前夕 我们都会将这个漏洞 绑好之后都会分送到 我们这些中低收入户 还有地收入户这些群众 给他们来应应情过过节 跟往年一样 大概一弹米十多 大概可以绑1100克到1200克 那只要是给关怀祭典的长辙 还有附近的独居老人 你社区里面的中低收入户 还有这个边连户 为了准备新鲜的肉粽 为了准备新鲜的肉粽 然后萝卜干主要是这样 纳米是炒过以后 绑好我们先煮40分钟 再蒸40分钟 双重的保障 这样做起来比较安全比较好吃 要是说要这样 大家摆着 摆着摆着摆着 摆着摆着摆着 就来摆着 我们要送出来 让人比较好看 所以今年就跟他叫 我说要叫三四个 肉粽在大锅里 滚熟飘散出粽香味 接着还要放到蒸笼里吹住 反复的工序 就是希望让里面吃的肉粽 不会太软烂 也不会太硬 连续举办多年的包纵活动 社区志工更表示 每年都很期待活动的举办 大家一起动起来 希望让品尝的人 吃得到满满的爱心